中药灌肠治疗前列腺炎 它的基因主要是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局部治疗 我们讲前列腺它的位置是在尿道和膀胱的交接部位 从直肠这个里面它就只隔了一层直肠的长臂 也就是说它个直肠是非常具体部位位置是非常近的 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个药物灌到这个职场里面 它可以通过局部的治疗 药物的局部的吸收 它不要经过肝肠循环而达到直部直接治疗的目的 就相当于我们的体表 如果说剩了一个笼包 体表有一个病变 我们用中药在直部进行外洗外敷 它这个效果有时候比中药内敷 效果还会好一些 这个通过慢性前列腺炎 我们通过直肠的灌肠 它也就起到这个作用 第二个 我们这个药物它灌到直肠里面以后 通过局部的吸收 通过血液循环 它第一时间可以到达前列腺这个部位 我讲了它没有经过肝脏的这个解毒作用 它的药物能够首先达到前列腺局部 它没有经过肝脏的破坏 它的有效成分 它的治疗的作用 效果会更加理想一些